近从车上爆出整碟木盒 还有好几大包货物 刚从嫌犯手中拦截下来 打开木盒 包装又是雕刻花纹 又有断面部内衬 为了专属普洱茶饼 下重本定制的华丽外装 只是诈骗集团 矛骗投资客的一种手段 台中市警方近期 搜出了普洱茶诈骗犯罪证据 不仅搜出了226盒劣质普洱茶 还有刚到手的赃款89万 甚至也搜出了交战手册 低价劣质的茶饼 充当高档百年普洱茶 以精致木盒重新包装 被害人不会拆封饮用 不可能试破 所以强力推销 待被害人纷纷入坑 想要获利出金时 立即拉黑封锁 警方调查普洱茶诈骗案 这群嫌犯至少12人 透过网路广告 吸引消费者买茶饼 从中国进口劣质普洱茶 说成具有收藏价值的高档茶 一块卖3万 并话术声称 增值保值 不少人因此被骗 后续又怂恿投资客 投入资金 他们可帮忙售出 后续获利飙升四倍 还贴出了未造清单 让投资客身心不疑 等到拿不回获利时 才惊觉又被骗了 诈骗集团买清劣值茶饼 成本一块只要100到200元 卖出时定价3到4万 赚取暴利 主协名下有两间房 四块土地以及豪车 就怕他转移不动产 检警侦破茶叶诈骗案 也同步查控嫌犯财产 三立新闻陈炳后 李建英台中报导